你要吸黑吐白 去利益广大众生 这是密教材有的 所以讲 依行政得稀有胜果 下至依夫依习 依成利 生广大荒变 这个记者都不怎么太通 但是我们晓得 他是在利益广大众生 所以主师讲 你修行 就是要修菩萨大行 甚至连一夫一息 都是要利益广大众生的 这是这一段的意义 另外他谈到大师 我上次讲了 前几天讲了大 大志 大师是谁 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谁 那就是佛陀 那佛陀是谁 他是真正的解脱者 才称为大 什么叫做大呢 一道合则 一道合则大 你跟宇宙至上的真理合一了 你才可以称为大 否则都是戏论 都是小 没有一样是大的 我记得好像 我记得好像顽阳明写过一首诗啊 这首诗是怎么样子的 论大小的 你们能够赢出来吗 就是夜量跟山的 讲夜量跟山的 谁记得第一句 对对对 连灯 这样 山静夜远 结夜小 便到此山大如夜 若人有眼大如天 便到山高 夜更阔 我不知道 总之好像是这样子的 意思是讲说山很近啊 你就认为山比较大 夜量比较小 但是你有真正的智慧的话 你就知道夜量比山还大 什么是大啊 中哥八讲 能够明白解脱之道 而事实上自己也得到解脱的 并称为大 假如离开这个 都是小 都称为戏论 所以今天自称大师的很多 那么你要看看啊 你是哪一类的大师 是风水大师 是画画大师 是艺术大师 是舞蹈大师 是音乐大师 佛教大师当然也很多了 但是他是不是能够真正已经解脱了呢 真解脱者 视为道 以宇宙合一 自道合一的 称为大 其他的都不可以称为大 这是中哥八祖师最重要在这里面讲的 他这边又有所谓的定解 定解 两个字就禅定解脱 我们求禅定解脱 这个费力强者当求正量所应兼顾定解 你智慧力高的 一定要求正量 你得到正量啊 你的这个定解才能够坚固 也就是你的禅定解脱 真正能够坚固 是因为有了正量才能够禅定解脱 他本身所显现坚固的力量 一般人的信仰 很肤浅 很肤浅 他没有办法得到正量的时候啊 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 有时候他信心很坚强 有时候他信心就很弱 那这样子的弟子也是很多 这样子佛教的信徒也很多 因为他主要呢 他说费力 他的智慧的力量啊 是比较聂的 费力强的 一定要求正量 那么费力比较聂的 他只能够在信仰之海里面浮沉 所以密教里面啊 他是讲求正量的 你没有产生正量 你的信心不会坚固的 这个信心不顾的弟子 很多 像有些弟子 他会有时候会产生这种疑念 很多的怀疑的这些念头 他会产生出来 那这样子 他的信心就是很肤浅 很薄弱 没有办法坚定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信仰 这是一个要点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一段文字里面呢 他还讲到 要有清静的正因 有正理 就是佛教真正的一个道理 用清静的静音 清静的静音来给他成立 这是一点 那么你要学佛 你一定要乐以解脱 乐以解脱就是说 你必须要真正的 喜业的求解脱之道 那明白所有这个修法的 这个这些程序 明白所有的这个贯通的这些正理 那么你实际上 你是为了求清静的真道 而努力的去追求 这种喜业的这种心 永远的保持 这样子你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解脱 真正的这个解脱之道 他这边写到很多 那么谈到皈依呢 也就是说 你假如啊 不是真正的去追求解脱之道的 就不是真正的去皈依 乐归归归归处求解脱 就是说 你不是真正的喜业的去求解脱的 那都不是真正的归 所以归佛归法归身归金刚上师 都是一个真理 你就是洗液的去求解脱 那么你去归依佛教 你唯一的能够得到解脱的 就是佛陀的这个教理 这个整个这一节当中所讲解的 就是这样子 明白唯一佛教 是求解脱之道 像昨天有一个弟子 他已经是归依的弟子了 但是他跑到师尊这里来 昨天他就问我 这个师尊 这个你清白吗 他问我有没有清白 我怎么讲我清白呢 我每天都洗澡的 什么样子才是清白呢 什么样子是不清白 他说他不愿意归一个没有清白的师父 我告诉你 我怎么没成就这一天 我怎么没起来